您是哪一年给金国先生做思维的? 从8788 那时候你很年轻吗? 对啊,当然了 是刚刚入伍? 那时候是入伍,我是三年的比你 因为我们大家,第一是我们大陆的很多人 对金国先生也好,包括讲委员也好等等 其实了解的并不多 因为我们曾经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教科书里面讲他们的一些故事呢 都是一些片段,甚至是一些不好的片段 所以我就想听您讲讲 一个是,尤其是讲讲金国先生 他是一个,在您心目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相当亲民的,他是相当亲民的一个人 他其实对我们这些下属,不管是没有见过的兵也好 小阿兵哥,这个都好 他都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爱护我们的 但是就权力来讲的话,他当时应该是权力的顶峰 是 党政军 是是是 是,党政军都在他手上 其他一个人之手 对 很可惜的就是说,他只有十三年的总统 他只当十三年的总统 因为十大建设在他开始着手的时候呢 这个十大建设其实在他有生之年 并没有完全都完成 只有部分完成,像高速公路,像这个中正国际机场 就是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建设,是主要是以金国先生开始 是 来进行 对,因为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更留台湾 我们要建设台湾 金国先生常讲的这么一句话,就是说 一个都市的,都市的繁荣发展 最首要的就是交通 所以说呢,当时呢,他的一些口号啊 像人定胜天 这个我们的这个综合公路 用三年 三年 九个月又是八天 就完成开通的 这是完全是人定胜天 而且是这些退休的这个老兵呢 一抚一掌去开出来的 集权 又发展经济,又清明 但是呢,又是从一个他个人集权然后走向 那个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他是一步一步着手 他也知道说 这个 父亲的时代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这个集权 所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呢 他开放党禁报警 大概是八几年 八七年 八七年开放党禁报警 也让我们这些这个老兵啊 他可以回去探亲 对,文革以后那个时候 双方已经有 八八八七年 八七年的时候他才开放 因为他一个一个观念就是 他希望台湾的自由民主 更超越共产主义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观念 所以说呢 他开放了党禁报警 所以说让我们台湾呢 现在有很多很多党 我们台湾的这个这个三个立法委员就可以成立一个党 在普通的台湾那个市民的心中 金国先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目当中的地位 在我们这个六零年代的六零年代七零年代的还有印象 可是七零以后的这个朋友呢 年轻朋友呢 对金国先生就完全都不认识了 因为他把这个政权呢 都交出去了 交出去给这个本土派了 就已经交出去了 所以说在这个 我们七零年代以前的 还对金国先生有这些印象在 对 整个在改革 改革以后呢 这个对金国先生的这个 因为金国先生他讲过 我们讲家啊 不再介入政治 不再介入政坛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您作为他的原来的一个省下 或者说作为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市民 那么心目当中首先第一是跟他是认同的 然后是尊敬的 是 是 你现在就是作为一个 台湾的一个比较资深的市民 台湾的这个这个这个情况 那么我就想就是您对两岸的这个 未来有什么期待 有说好一方面的希望 当然了 我希望说悲剧不要再重演 对刚才你讲 不要再有再一次的 不要让两岸的人民有各自的悲剧 再分离 因为毕竟两岸啊 血脉是相通的 这是这是一定的 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鲜明呢 也是从这个这个大陆这边过来的 两岸相通 当然是不希望 虽然说分隔了这么多年 但是我们不希望说再有悲剧再重演 啊 优优独播放